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热心助人的孩子 所以这个多元面向是相当的完整 那也破除大家过去就是以治愈为唯一的模范的标准 每一次的努力都将成为未来成就的辉煌 我们希望孩子在学习的路上坚持不懈 一定会换来美好的成果 颁奖现场许多亲子一起来参加 获奖的模范生也分享自己的学习过程跟心中的感谢 获奖的模范生那个奖然后很开心 我很喜欢爬山然后我现在都是喜欢收集百岳 然后就是喜欢在爬山然后最后到打山顶的感觉 就是要坚持然后就是坚持努力然后最后就会很开心 我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学校的这六年的帮忙跟栽培 那因为其实学校它是相当多元的 所以各个活动都很支持带领孩子去参与 那老师投入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在课程中 比如说他们的自主学习 他们的户外探索课 其实老师都非常的用心 那孩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做简报啊 团队合作啊 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票托传统课程的一些学习 就之前我们女童军有去参加一个科普活动 就在那个火车上 她也有带我们做实验 很好 谢谢六年来的导师和科任老师和校长 市长谢国良说市府也将持续推动各项政策 和家长们一起来照顾基隆的孩子 我们在四月份有一个叫做基隆亲子照护平台的一个LINE Act 也即将要开办 开办后呢 孩子们在晚上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 如果有不舒服 加入了这个LINE Act 我们有线上真正的医生 来协助各位解答 看是半夜给一些建议 是否要送医院医疗机构急诊 或是等白天到你们所约定的诊所去看医生 这些对话资料讯息都可以传到这些诊所去 所以对于家长半夜 担心孩子的健康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再加上我们今年的四月开始 我们的安乐区 我们的暖暖区跟仁爱区的室内儿童乐园 也将陆续开幕 将提供家长跟孩子们 更多元的学习生活跟居住环境的一个配套 我们今年的童话艺术节 再过一阵子几个礼拜以后 四月份就要开办 也有一系列很棒的活动 希望各位家长跟同学们 到时候在这个美术馆附近周遭 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今年童话艺术节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模范儿童表扬大会安排了精彩的演出 市府也安排专业摄影拍照 制作成特别的相框照片 作为儿童节礼物 记录下感动的这一刻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总工会的年度会员大会 各会员代表齐居一堂 包括府会首长 立委林佩祥 跟多位市议员等 都共同来为劳工权益而努力 而会议一开始 总工会的理事长江定发 特别为市长谢国良来加油打气 我们来邀请我们最大最认真 要规划在我们的上智国小来做我们的未来的劳工园区 那市府预计将会投入三千多万来进行整个未来劳工园区的规划 我们目前完成了无障碍空间的电梯通廊使用执照的补照 还有主要是在未来办公厅设的整修 以及未来大家可以开会休憩 甚至这个充电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 未来是由目前由我们劳工这个罗彩岳科长在负责 那我们会把它编到下一次的这个预算年度 所以请大家稍微再等候一下 但是我相信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 给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一定可以打造过去到现在里来 算是最好的劳工的一个训练跟休息的空间 所以一定要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报告 我们持续都会在各方面做好我们的施政 续续的来努力来服务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祝今天的大会 圆满顺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绝家平安 我们劳工朋友最重要 劳工朋友万岁 谢谢大家 谢谢 市长 之前就有照看谁 就是找我们市长都会去做一个 做一个劳工的政策 来就是 你们来就是看看我们需要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那再用到我们市 到市政府 去跟我们市长会见 那市长就同意说 我们的上智国想 就上智国想要播给我们做执行中心 那上智国想做执行中心 那因为我之前都不要跟大家报告 是因为我想说这些市长来 就有市长来做跟你们报告 我会比较清楚 因为那边我前几天也有跟我们的科长 还有我们的建筑师 到我们的上智国想那边去 那我们要用的中餐教室 什么 还有亨培教室 还有一些学科教室 还有印第教室 还有我们的活动中心 要该职务而职务理的 因为那边没有 那边没有电梯 所以可能就是 是不是要做一个无障碍的状况 所以说跟他们做研议之后 那我们的市长真的会很费心 那他也答应说 那个家里市长 我绝对会让我们的劳工朋友 来做一个比较非常温暖私事 就比较派派让干干净净的 一个信念中心这样子 这样子 你说好不好 好 所以说我们市长真的 他就比较不会说 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比较不会就是先养 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市长是 一直都站在我们劳工朋友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好好的爱护他 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的市长 谢谢我们的市长 好 那也非常开心 遇到这样子的消息 我们应该 市长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给他赞给他一个掌声 上智国小 是我在上一届议员任内 然后跟新政府 大家共和推动 来做这个垂并效 因为上智国小 离南的国小只有六百公尺 那时候我们 我第一届选上议员 2018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毕业年龄 就只有五个学生 一到六年级 只有五个学生 他前三名就是六年级 所以 我们毕业又剩两个 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这个机会点 然后推动这个财病校 然后把剩下两个学生 转到六百公尺外的那个国小 那刚好那个释出的一个场域 那也对我们三坑地区来说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我们未来希望可以规划 更远平车空间 然后包含我们的教室 领域馆来看怎么运用 我想有赖市政府 各个单位大家来讲 包含教育处 大家都来努力 从现场观察 基隆的区域不大 人情味浓厚 人跟人之间 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对于地方政坛的稳定 大家都有共识 希望在和谐的环境下 努力推动市政 为基隆市民谋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百福火车站已经成为 七堵区百福社区 以及赌南地区一带 搭乘火车最重要的车站 而当地实践里长 张晓梅和赌南里长 于佩如也向市议员 蔡望连反映 相关百福车站 天桥周遭照明 清洁以及车站周边停车 和人行步道等不足的问题 因此鉴请立委林佩祥 邀及台铁市政府 以及区公所等 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百福车站是一个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的一个车站 不过百福车站 带给百福地区的 所有的选民 非常非常的方便跟利多 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的困难 我们既然有它的使用价值那么高 我们必定一定要来把它做一个修整 然后去把它排除很多 不可能的这个任务 我们一定要去把它修正 不管是刚刚立委提到的灯光也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行车的这个月台的安全 等车的安全遮雨棚也好 包括我们一直很诟病的这些停车场也好 我个人从政理来来摆服车站会刊 已经N次N次的 有的或许有做到 有的可是还当还在那边 当在那里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配翔立委 两位里长 还有刚刚刚离席的我们台铁相关单位 我们区公所市政府台相关单位 对于最容易解决的照明和清洁的问题 市政府也承诺可以在五月底前全部改善完成 其他包括百福车站月台内改善雨泽 以及是否可以沿着铁轨旁的空地增设行人步道 方便行人到百福车站搭车的建议 则让台铁人员回去再研议 百福车站是我们七堵百福社区 这边算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那这边一向都有一些问题 不是只有中央的权限 也有地方需要合作的之处 所以配翔今天特地这边办一个会刊 主要是针对有关交通 是有关是像是我们行人的照明跟清洁方面的议题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会刊的结论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照明 就是让行人回家的时候 照明比较清楚 还是有关清洁上面的议题 我们台铁跟我们公务处都愿意全力配合 让我们这边的地方的里长跟居民 能够比较顺利的比较安心的在回家的时候 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行走空间 也比较安心的照明环境 至于其他的议题像是停车 像是停车阁停车场 还有是像是说雨车方面的议题 台铁跟我们市政府各单位也承诺会尽快提出对策 让我们让这个议题能够做得解决 让我们民众可以免于受淋雨 跟没有停车位置苦 市政府相关单位在改善照明方面 将从百福火车站天桥到下方的机车停车场 一直延伸到五堵国小附近 都将一并改善 让早出晚归搭乘火车的民众 可以更安全安心的上下班和回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这处位在百福公园里面 百福黎明活动中心旁边的大片草地 就是极有可能成为市政府 设置全市第二座宠物公园的地点 因为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积极争取下 邀及市政府都发处长谢孝坤 产发处长林鼎超 以及两处的相关主管科长们 一起到这个地点会刊 初步评估可行性很大 因为很多乡亲一直跟我提说 你们这些都没做宠物公园 我说有啊 我一定会跟谢市长来提 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的地方嘛 那终于找到我们已经密到这一处 非常适合这个整个地幕都有查过了 所以也拜托我们产发处处长 一定要积极一点 也希望能够快速一点 让我们这些基隆市的这些乡亲 我们这些毛小孩有个地方可以跑跑跳跳 这很重要 那这个是在我们百夫公园用地 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看的这个场地其实非常适合 因为大家可以看它非常的平淡 那的确现在比较少人使用 那我想未来如果能我们来规划一个宠物公园的话 那民众在使用上也很方便 那也跟周遭的环境都有一些缓冲空间是非常适合的 那相关的环境包含 刚刚有提醒包含一些灶民啊 然后排水等等的 那如果后续规划上我们都会来注意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次的追加检计预算里面就把这个规划设计的费用编入 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有毛小孩 那我觉得也是谢谢副议长的提醒 然后希望可以赶快有第二座的这个宠物公园在这个百夫公园里面 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来跟杜发处来合作 然后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这个宠物公园来诞生 市政府惨发处方面也将先编列在这里设置宠物公园的规划评估费用 希望市议会可以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真的是拼命啦 在网球场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和市议员陈怡混双搭档 尽全力发球接球拦截以及回击 一路和来自全国各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们过招 关关难过关关过 在一旁高声呐喊加油的基隆市议员啦啦队也功不可没 这是在台北市举行的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辈阮市网球锦标赛中 基隆市议会代表队由议长同志委和市议员陈怡一起混双搭档 一路立刻来自其他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最后遇上强敌 可惜败给新竹市议会代表队荣获亚军 全国议长辈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北市的网球中心来运动 也顺便观摩一下我们台北市的网球中心的规模跟建设的质量 那我想可以带回去给基隆参考 那当然这是首都所以这个资源特别的丰富 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拥有一座室内的网球或羽球的训练空间 我想这个我们基隆市政府未来我们基隆市议会要监督督处处推动的地方 好那今天很开心那当然我又害成瑜苏球了 我们只有这个议长的这个双打 我们这个亚军那希望去年是季军 今年是亚军希望明年有机会 这个新竹不要来比赛他们太强了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来参加全国性的议长被比赛 那议长呢真的是亲力亲为 不管是训练还是今天的赛程 他都是很努力的去救每一颗球 很努力的去拼近 就是每一分然后每一颗球 那其实呢我们的对手有一些他们小时候有打过软式网球有接触过 当然是基本功会比我们来得好 但是我觉得只要议长能亲力亲为其实就蛮感动的 然后也感谢议长的参赛跟所有球员代表金融市议会的球员来参赛 虽然只拿到亚军但是已经比去年的成绩更好更进一步 而且平常议员们都忙于各项选民服务和市政监督 但是因为代表金融市议会以及金融市的荣誉 因此议员们还是尽力抽出时间练习 甚至市议员于三发在上场比赛前的练习不小心受伤了 还是坚持要上场比赛 站到最后一刻 先藏地了然后也很少打球了 然后练习当中了 就可能是新鞋子还没有适应 就在练习当中跌倒 破了一点比赛 但你现在怎么办 要继续上场还是怎样 继续上场继续上场 不用上场 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 上了运动场就尽全力拼完每一项比赛 新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吉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5 6 7 8 2 2 3 4 柔道社孩子们精神抖手 在教练一声令下 学习柔道基本动作 不管是过肩衰还是正面迎击 这群来自八斗国小柔道社的孩子们 加入刚成立的柔道社 希望借由柔道运动 强健体魄 也能够自我保护 可以防身 跌倒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救 柔道社才刚成立 资源有限 目前大约有10位学生 市议员呂锐美龄和三星人士 呂承佑一起捐赠 柔道福 本身也是民众党中山区副主任的呂承佑 希望大家用实际的行动 鼓励孩子们认真的学武术 很多的国家 de Sloach 包括日本还有中国大陆 他们对小孩子从小透过运动 来刺激他们的大脑 然后除了增强他们的体力以外 还有能够刺激大脑 然后开发他们的这个潜能 这个方面我一直在研究也在追踪 后来我发现 对啊 小孩子从小如果运动 不仅在体制能的方面能够更经济 其实对于大脑的刺激也是有帮助的 然后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 各个学科的学习都是有帮助 所以因此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协助这个詹教练 因为他刚好也想要在克拉素跟楼道这方面 有所这个招收更多的学生学员 而且他也要推动这两方面的活动 因此我就来配合他 那也非常感谢他都是免收学费的 所以呢可以减轻很多学生家长的负担 那在道福方面我觉得我能够略进这个绵薄之力 我也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让更多的学生来参与 那同时这一次非常感谢民众党中山区副主任 李成佑他听到我这样子 他也觉得说他也愿意来共襄胜举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也希望未来能够在整个基隆市推动 让我们基隆的孩子透过这项运动能够积极的开发他的潜能 那在基隆这边我看到了就是人口外移的现象非常的严重 那也非常的感谢由吕议员的帮助也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来认识中山区或者是在中正区这些地方 有很多其实需要帮助的一些国小 柔道社教练詹正杰更是武师奉献不收取学费 希望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能够习武健身 那我们练的是基本动作 那我们已经练了大概两三周了 那这个他们已经进入可以练习衰技的动作 那衰技这个动作的话就是必须要衣服 或者你穿一般的运动服的话 可能就不小心拉破了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需要衣服 那刚好议员有这个机会给我们赠送这个衣服 让他们学生可以直接就可以穿 可以体验到第一次穿到服 课堂上小朋友认真学习柔道术 希望未来能够伸强体壮快乐学习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从医生问诊到抽血检验七堵区卫生所特地结合七堵剂医师诊所 举办成人预防保健 也就是健康检查 即BC肝炎筛检活动 贴心用心的服务获得民众好评 七堵区卫生所 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对我们这些连长者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些生活上的这个细节 像血压、像这个粪便、还有这个运动这些尝试 我们都很缺乏 很荣幸也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也照了X光 因为大概有很多年没有照了 就是希望说我借这个机会 能把自己的身体健正恢复健康 谢谢 透过成人健康检查 希望让民众提早注意 自己是否有BC肝炎 或是糖尿病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特别是根据国建署的资料统计 112年基隆市仍然有7成的市民 没有定期做成人健康检查 另外有5成的市民没有做BC肝炎筛检 基隆市卫生局提醒民众 将会陆续办理各种健康检查 为市民好朋友的健康把关 我们争取中央政府的预算资源 我们还有基隆市政府边的预算 其实我们一整个年度里面 我们市民朋友有很多的健康检查可以来做 不管是40岁以上我们可以做成人健检 或者是说只要在30岁以上 我们开始做荷家欢筛检的时候 有多项的检查市民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除了这些身体检查抽血检验 我们另外也有一些 还有一些癌症的筛检 我们不管是做粪便前学检查 子宫预模片检查 乳癌的乳房摄影 或者是口腔癌的口腔棉膜检查 然后或者是你有在抽烟 我们卫生所或诊所的伙伴会帮你安排去做肺癌的筛检 这几个癌症筛检都是可以早期发现 然后在比较前期就治疗 拯救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健康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在不同的场次里面 我们有成人健检 我们有荷家欢筛检 那我们可能在这些场次里面 有安排这些癌症筛检 您选择您适合的时间 然后来做检查 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三楼高的会员台上 怎么出现一名男子 急忙往另一个方向移动 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谨慎 就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民众看到还以为他是蜘蛛人 其实他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事发在18日 基隆行大干员前往大华一路住家 进行毒品查契 当时屋内灵性男子 听到警方准备攻坚 马上冲到屋后阳台爬了出去 直接在遮雨棚上行走 男子随后跳下来 往防火巷逃跑 不过警方早就在现场埋伏 将他当场逮捕 本局因侦办贩毒案件 溯研期间 发现该灵性犯嫌 见近期毒品上涨 为谋取暴力 横积毒品低买高卖 与警方攻坚过程 进文森逃往务后 自三楼攀爬雨泽 一路逃往一楼防火巷 为埋伏远警逮货 经代反住处搜索 查获毒品一批 极罕见iPhone型折贴 首相一把 警方侦办毒品案 嫌犯为了逃跑 竟然学蜘蛛人攀爬 逃在人世平安无事 警方顺利逮到人 将进一步调查 嫌犯和毒品上下游之间的关联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類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节电天天是好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